今天上午说实话我今天一早起来 然后这个大概差不多九点钟开始 我就不断地在找赖清德520就职讲稿 因为按照我的新闻工作经验 差不多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 赖清德去念那个稿子 通常讲稿都已经会先出来 通常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讲稿出来的非常的慢 然后呢就他一讲完之后不得了 讲了什么呢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就是两国论的公开摊牌了 两国论公开摊牌直接对撞北京 就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 然后呢中华民国讲了九次 中华民国台湾讲了三次 台湾讲了八十四次 很重要的一句话听好了 不管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都是我们或国际有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他把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跟台湾三个绑在一起 什么意思今天下午蔡政委委员 他是这个法学博士 他非常懂 他告诉大家这叫做三合一台独 三合一台独 有没有 有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绑在一起 混淆大家的视听 大家懂了吗 那他提到了一次中华民国宪法 但他跟蔡英文不一样的是 他再也不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了 然后他跟蔡英文不一样的是 蔡英文都用对岸来称呼 避免刺激 但他就直接讲中国 这就是赖清德嘛 他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对不对 倔强的赖清德 会暴冲的赖清德 务实台独的工作者赖清德 不肯妥协的赖清德 展露无遗 然后我们就看到 马英九基金会 马英九这个在台湾主政八年 非常懂得两岸之间 就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 这个是这个和平交流 还是兵凶战为左转或右转 马英九在听完 这个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之后 马半立刻发表了声明 告诉大家什么 赖清德讲台湾是国家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视为外国的新两国论 完全不提两岸人民关系法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之外 马英九认为 两岸是前所未有的危险 再讲一遍 马英九听完赖清德的 520就职讲话之后 结论两岸前所未有的危险 前所未有 比裴洛西来访还要在危险吗 好给你一个参考 2016年蔡英文上任的时候 中华民国奖四次 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一次 台湾四十九次 比较次数来讲还好 但是你看到赖清德想方设法 绕着弯把这个绑上来 把那个绑上来 重点就是什么 户不隶属 两国论 你是你 我是我 这符合中华民国宪法吗 他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虽然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他显然没有回到宪法 所以我们就看完之后 说实话 我一直在等这个国台办的发言 但蛮晚 大概在刚刚 事实上我们这个 大概都已经差不多解稿了 才出来 先是大陆外交部 有既定的记者会 记者去问 当然这个汪文斌就先讲 你去问主管部门 就是国台办嘛 但当时国台办可能 还没有这个完全定调出来 所以呢 这个 那个汪文斌先讲了话 就是他讲了些 宣誓性的原则 没多久之后呢 国台办 陈兵华就出来 一大片 一大片 然后刚刚呢 王毅也讲话了 他在上和组织的外长会议当中 也讲话了 惊动到了王毅 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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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让这个介大使来讲一下 介大使在开播前 也是忧心忡忡 跟我稍微讨论了一下 介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我赞成马英九的 马英九的说法 两岸会因为赖清德这场演讲 这个走到最危险的定界 这个是一个 务实台东工作者的一个 内心的一个告白 可是我觉得他用这个身份来展现他个人的告白 这个是 我是觉得 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 他这个 并不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都站在他这边 跟他一样的想法 他在这次选举的时候 他并没有拿到过半的名义 他是少数 他是少数 多数的人没有支持他 可是他拿到这个位置 把他的台独的理念 和盘托出 而且把对中国大陆的敌意 也讲得非常清楚 我想他这一次就是说 两岸关系的定位 他是拿中华民国出来做一个挡箭牌 他就是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可是我们现在在台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有三个名字 被他一次搞成三个名字 第一个叫中华民国 第二个叫中华民国台湾 第三个叫台湾 那他说这是我们自己及外国人 称呼我们的国家的名称 都一样响亮 请问一下 他今天是当哪一国总统 意思就是说 你也可以叫他中华民国总统 你也可以叫他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你也可以叫他台湾总统 接下来我打断一下 你看到这个美国立刻遥箱呼应 布林肯说什么 美国祝贺赖琴德先生就任 必成为台湾第五任民选总统 就是表示美国很乐见 官网上就这样讲台湾总统 很乐见这个赖琴德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说明 他就像台独就是有一天有这个机会 我从内容的部分跳出来 我稍后再请教介大使 因为我稍后进广告 我先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都说这篇就是演说重中之重 尤其是赖琴德 所以再加上美国要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拜登正在选 都说这个讲稿早就经过美国看了 不会有任何的惊奇意外 会释出一些善意等等之类的 但是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美国也附和台湾总统 你怎么看这中间出了哪些转弯 我觉得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因为这个赖琴德这一番话 就会把两岸带向危机 那这个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没有危机他还希望你有危机 你赖琴德志愿出来 把两岸关系搞到危机的这个边缘的话 那不正符合郑重美国之意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基本上是 这个真正心里面想的就是一个 充满危机甚至充满战火的两岸 所以呢我觉得赖琴德 真的碎了美国人之意 可是呢你想想看 你把台湾人送上战火的话 这是你对你所谓 你对的你希望台湾走到的一条路吗 本来大家都预期会蔡规赖随 在两岸的部分赖琴德 不会超出蔡英文的框架 但是看起来已经大幅超过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轻率 不负责任的一个演说 就是你个人进口舌之快 可是你是拿两千三百万人的生命财产 放到你的堵桌上去 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 为什么 从赖琴德胜选之后 大家就说他有几次机会 后来一连串的发展 大家都看到 所以这篇演说稿呢 包括罗森伯格来了这么多趟 大家就说就是要跟他修这个稿子 到了最后 所有的讯息都显示 不会超出蔡英文的框架 但是结果出来跟各方的预期 乃至于瑞云内部所发出的一些信号 完全不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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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我就说过了 美国的这个各方人嘛 来那么多次 基本上就是不乐观 如果一两次就搞定的话 还需要来那么多次 所以这是美国的强烈意志主导 还是赖清德的强烈意志主导 我觉得赖清德个人 个人 你看他用人就知道 所以完全是税一己之私欲 这今天就是他一己之私欲 得到充分的展现 下面也许有些独派人会觉得 听得很过瘾 可是呢我们看呢 我们真的关心台湾的这个 2300万人的生命财产 我们觉得他真的是孤注一职 好先打断一下 我们稍后继续谈 这个事情的确是很大 很大非常大 都热起来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